但是我都經常擔心這種太長又有倒溝然後產生白痕的問題 歡迎各位再次收看無福學校的變形金剛分享時間這是我們1240世紀的節目有不少朋友呢希望我接著做賽波坦製的玩具好這一期就回應各位的要求像我這麼充粉的UP主真的是不多見了對不對那其實也是這樣啊就是因為最近的話呢前兩天爆彎更早幾天一直到今天是禮拜一我要到這個月 這個禮拜六的早上呢我才能夠把我正常的上下班給工作告一個段落還有一些攝影的工作呢才會完成所以我等於是前後下來我幾乎這十天前後下來大概十天左右我是處於非常忙碌的狀態那我現在發一個動態啊大家應該有看到就是我去了一個同仁制販售委會的會場對我們有寫真集有海報掛肘在做販售所以我現在的工作量非常的大但是也由於各位的支持我的收入有增加那變成說我可以多 付一筆工資請一個人來加入我的團隊幫我做一些照片的處理啊影片呢還是我自己來啊所以我最近的一些就是各方面的工作量會不停的上升大家也是謝謝各位的支持給我一些第二春的一個發展機會啊那麼呢所以就在這麼忙碌而且我現在是夜班的狀態我現在像我現在就是剛上完像我是昨天應該是我前天跑了兩天的會場然後昨天晚上上了一天的大夜班到現在呢 我還是屬於還沒有很睡好的狀態所以我等於是呃在過去的這這個這個四十八小時之內吧我幾乎是屬於是睡不到睡不到六個鐘頭的狀態啊那在這種疲勞的時候呢呃但是節目很多天沒有更新那像這種賽博坦這種簡單好玩的玩具的話又亮點的玩具呢就會變成呃補充這段時間的一個重要檔期的素材所以這一次呢我再次的感謝中方音樂兄呢 啊借了我好幾款三不堪制的玩具呢讓我呢能夠在比較疲勞啊比較累可是又想要錄節目啊語不經得死不休啊非得講點話叨擾你們啊啊不講話會死的這種人呢啊讓我有機會可以活下來那今天呢這一款Atmos Prime呢背景就不用多做介紹了紅藍配色也沒有問題兩個煙囪深省完全就是OP的形象那差別的話呢只是說呢它的一個變形有沒有什麼新的突破了啊那大家對於關心這個腳後面啊這是一個空洞啊那另外一個空洞就這個 小臂內側變形的時候呢要把這個全都給收進去啊除此之外的話呢它的造型可以說是做的還算相當之不賴了啊那真正的大毛病我感覺是以我手上這一款的話呢是這一邊的這個這個插栓的這個位置感覺是有一點點偏鬆啊其他球形關節也就算球形關節還算比較好補強啊問題都不大那塗裝的話呢該塗的部分好像也都有吧藍色的這個車窗啊這個車子車頂蓋的這個車頭的上面這個照明小照明燈啊 國派標誌啊這個這個鐵灰色的塗裝車尾燈呢其實都有塗上去啊也還算是有點誠意了那它一樣是有附帶一個一個特效件啊這個可以把它扣在這個槍上那扣上去之後啊這個這一樣的一個問題啊這個這個感覺就更重啊你稍微吹一下就會下垂了啊這個感覺的話呢是呃沒有辦法這太重會下垂是正常的嘛啊那另外還有一個地方呢就是它的這裡啊你看這個出拿到的時候呢就是它已經有一個白痕了 因為這是呃中環隱樂兄借給我的這個地方的話呢在結合的時候兩兩個是扣進去啊但是呢不知道是因為這個它扣的話呢是感覺是有點小恐怖啊這樣子扣啊那錯位的時候呢又又不是上下錯位啊不是上下的單純上的錯位還有倒勾啊然後又這麼長對不對那拔的時候就有點難分難使然後就產生白痕對不對我知道有的一輩子都不用擔心這種問題但是我的經常擔心這種太長又有倒勾然後產生白痕的問題我就是非常的擔心啊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因為我本身有個人的經驗嘛所以一定要特別跟各位提一下但是我還沒有白痕的啊那我們接下來的話呢就跟各位講解一下它的一個可動頭部的一個後面呢是一個球關所以它的頭部會是往上看的往上看之後呢可以往前開槍啊這一款的一個可動性的話呢可以說是非常的好如果你有支架的話呢這一款玩具的話呢怎麼擺的好看因為它體重也不是很重非常的輕你看它後面的話呢還特別安排了一個插孔啊那可以讓你做一個支架的一個擺放那手臂的話呢三到零度的轉動沒有問題變形的需要呢這個 這個OP這個手往後背啊這個大家也都很熟悉了額頭肌也可以轉動手肘的話彎到90度拳頭的話呢是你內部是個球形關節啊這很多的啊不要說deluxe啦Voyage跟Leader級很多也都沒有拳頭可以轉動啦膝蓋的話可以彎超過於90度那還有一點很經驗是它一個接地啊接地啊腳踝這個地方是可以這樣展開的所以這款玩具的一個站立性的話呢可以說是會達到一個非常妙的一個一個一個程度啊你看怎麼擺呢你就覺得它非常的帥氣啊那麼呢接下來的話呢 就給各位啊對還有一個東西啊就是作為一個atmosmine呢身上呢啊有領導模塊呢也是應該的啊這個地方嗯中間有個插孔啊那這個如果你喜歡的話呢是可以這樣子做一個胸口發射一個什麼什麼什麼當然這是不正不正規玩法啊但是我們本身節目就不正常嘛所以做一些不正規的玩法也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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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的那我們就進行它的一個變形吧首先呢我們先把頭部呢給縮進去好了頭部的話從這往後面一壓就可以了往後一壓啊那這個地方就會鬆開把它給推進去 再把這個車頂蓋的部分呢給蓋起來手臂的話呢這個地方啊先把這個地方給挑出來啊不對先把這個地方給打開這裡然後一個這個地方應該是說黑色黑色跟灰色它中間是有個小卡扣的那扣法是從這個地方把它給拉出來啊拉到這我給拉成這樣再把它的一個上半身呢轉180度轉到後面去啊然後此時此刻的話呢先把腿給便起來好了腿腳夾回去啊退回去夾回去然後呢這個啊 這個有些人沒有沒有煩惱但是我有煩惱的這個過腸產生白痕的這個問題啊好那在這個時候呢我們這個下半身差不多固定了啊那這裡的話你可以把它推上來這裡推上來然後這裡是有一個到這裡差不多到這裡啊接下來的話把這個手臂的話呢不對先把這塊挑出來有點語無倫次啊太太長時間沒睡覺了啊來這個時候呢把手臂推到這裡這個是典型一個OP的一個變形那拳頭掰進去這個就不用說明了這個部分往前面推這個地方往外翻 翻出來然後呢就往側邊扣過來那你可以看到這個地方啊是有一個有一塊凸的啊有一塊凸在這裡那就對應扣到這個地方這個凹洞裡頭去這樣子把它給轉過來這一個這一個卡扣的話呢啊是有一個穩定性但實際上呢它對整個變形的流暢度來講呢是是簡直是有一點點小扣分啦有一點啦啊你等於是還要多前就推這一下感覺比較沒有那麼爽啊但還是很流暢只是它確實是增加 一點點的小小的一個負擔那這個地方一樣翻出來拳頭呢給收進去到這然後準備把它給扣上那在那之前的話我再跟各位講一下它的一個武器呢啊成如上一次的Bumblebee呢武器可以完美收納一樣啊它這個地方是有一個缺口在這對吧然後上方有一個小凸在這然後這個大大大的這個大的這個洞呢就是要對這個啊這個圓的這個洞啊這個形狀的話一看就知道了啊不要再督錯洞了啊要要往哪去就往哪去吧OK這樣扣上去到這裡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手臂呢給完全殼進去了啊那這兩次啊凸跟凹的一個結合扣進去啊不要覺得我們節目都在開車變形金剛不是一堆車子嗎對不對啊不要一天到晚說什麼我們那邊督進來督進去卡進來卡進去難道卡扣不是扣過來扣過去嗎啊這個不要亂灌一些很奇怪的罪名給我們對不對然後呢這個地方啊這個地方的話是要把它給車輪是把它往上面抬一點它這個地方這個是我覺得就是這個地方就感覺是比較 奇怪就是它這個地方啊它只是放上去而已你看到嗎這個紅色的部件跟這個油油罐這個部分它油罐只是把它給從外面包住這樣就可以了啊其實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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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合卡扣的那在這個情況下的一個一個車車子的一個滾動性已經達到一個完美了非常的流暢那最後的話呢就是這個嗯這個如果你喜歡的話你可以把它放到後面OK它是一個加加速型的一個車頭但是就是可惜它這個 深藍色對不對其實也不難看如果你是這個紅色啊或是黃色對不對或者是其他的各種顏色對不對七彩霓虹色也可以但是這個深藍色的感覺就是稍微有點可惜啊那我們就看一下這個車型態啊那這個車上的一個裂和那個裂縫的一個形狀是比較詭異一點啊就是不是橫的也不是直的它是一個斜角度的那中間這裡露了一塊啊比較可惜一點點但整體來講以一個低齡化的一個deluxe等級來說呢它其實也是做得非常的棒啊該有的一個OP的 這個形象都有而且它的一個這個車頭是這個形狀這個的話呢跟一般的這個呃平頭是方塊型的一個呃傳統的一個OP的卡車頭已經有一點點不太一樣了啊這個應該是有一點這個是Bumblebee的欸Bumblebee真的電影是這樣這個應該是經典系列的一個OP的車頭還是這個圓弧形的吧但是不管怎麼樣呢它這個車頭的形狀來講的話是給人感覺是比較新潮一點的至少我是這麼覺得我是比較喜歡啦啊那後方車尾也就是這樣就是基本上OP的卡車形態也就是差不多 差不多就如此這般了啊那以一個deluxe等級的玩具來說呢官方現在的D級來說D零化的玩具來講的話這一款也是非常棒啊但是我覺得嗯還略遜於上一次的大黃蜂不過人形還是比較帥的那今天的話呢就跟各位記得到這邊非常謝謝各位的收看我們下集再見拜拜 我們下集再見